你好,欢迎来到医学通识50奖,我是博士宁 咱们今天要讲的大医生曾经为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中华医学会,哈尔滨医科大学,解放军202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这些医院或者机构的前身都和他有关 他是193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之一,是第一个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 咱们小时候戴的棉口罩,还有今天饭桌上的旋转餐台,都是这个医生发明的 梁继超曾经说,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 梁继超说的这个五星连博士,就是五连德,五连德自星连 他的意思是说,当时能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国医生只有他一个 不过今天,咱们不讲他的学术贡献,也不说他和诺奖擦肩而过的遗憾 也不说他主持筹建的医院和组织 咱们说说一百多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那场惨绝人寰的鼠疫 看看,五连德是怎么用科学的公共卫生手段,战胜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 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只有四岁,晚清政权摇摇欲坠,内忧外患 10月25号这天,有两个皮毛贩子从俄国来到咱们满洲里 投诉在一家叫做葵生园的小旅馆里 当天晚上,这两个人就病了,高烧,剧烈的咳嗽,大口大口的咳血 没两天,人就死了,他们身上布满了浴血的斑 又过了两天,和他俩同住在一起的另外两个旅客也病了 旅店老板见到人的时候,人已经死去了,浑身清紫,地面上是大量的血潭 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就发现了大量症状一模一样的病人 讲到这儿,你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处之即死的烈性瘟疫 但是呢,这种情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政府的关注 不到两个月,这场瘟疫迅速沿着中东铁路,经过海拉尔 齐齐哈尔,再到大庆,再到哈尔滨,再到长春,再到凤天 这个凤天说的就是今天的沈阳,然后奔着北京,就像大祸燎原一样 迅速的蔓延开来 这个时候啊,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也必须倾全国之力遏制瘟疫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曾经啊,在西方做过传染病研究的伍连德医生 林薇寿命,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到了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就在地下是秘密的解剖,因为瘟疫而死亡的尸体 显微惊吓地发现,让他大惊失色,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细菌 这种细菌啊,就是鼠疫杆菌,鼠疫也被称为黑死病 咱们前面说过,14世纪欧洲鼠疫在三年造成了2500万人的死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劣性的瘟疫之一 但是伍连德想不透,鼠疫主要是通过老鼠传染给人呢 到了12月份,东北大地已经是天寒地冻了,老鼠根本就很少活动了 怎么可能鼠疫传播的这么快呢?会不会是一种新型鼠疫呢? 伍连德想到这儿,冷汗啊,瞬间就滴了下来 如果是人和人的传播,那么就太可怕了 难怪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 在东北啊,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这次瘟疫,只要是家里有人感染,立刻全家都在街南逃 伍连德认为,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经过呼吸道传染 他给这个病起了一个名字,肺鼠疫 中国哈尔滨面临着灭城之灾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瘟疫早期根本没有药可治 比如天花,霍乱 比如咱们中国2003年的非典病毒 这些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 再比如咱们今天讲到的1910年的哈尔滨大鼠疫 鼠疫的特效药是在33年之后的1943年才出现的 叫做炼微素 武连德当时控制鼠疫,根本无药可用 那怎么办呢? 武连德用了什么方法呢?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原则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什么是肺鼠疫的传染源呢? 就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 传播途径就是呼吸道传播 通过空气,通过飞沫传播 什么是肺鼠疫的易感人群呢? 在当时没有鼠疫的疫苗 所以无论老人,儿童,还是成年人 只要是接触到病人,那么就容易感染到鼠疫 所以在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易感人群 当时呢,无论是百姓还是行政长官 对于传染病的控制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 老百姓啊,只知道发生了瘟疫 所以呢,就只有逃离 家里有了病人,也是隐瞒不报 或者啊,到了晚上偷偷的把病危的病人扔在街上 所以啊,很多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双手全在胸前 保持着一个取暖的姿势 当时的防疫之难,咱们可想而知 那伍连德怎么办呢? 他让士兵挨家挨户的搜查 一旦发现病人,立刻送到防疫医院 房屋啊,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 然后呢,他克服重重阻力 焚烧尸体 先是用炸药爆破,挖坑 然后啊,按照每一百个尸体 十加轮的标准,浇上煤油 对尸体进行焚烧和掩埋处理 这就是啊,管理传染源 那怎么切断传播途径呢? 既然肺鼠疫是人和人之间经过呼吸道传播 所以呢,必须减少人员流动 还必须隔离 他从长春抽调一千一百六十名士兵 进行交通管制 任何人啊,都不可能穿越封锁线 在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 和俄国人控制的东京铁路 相继停驶 伍连德在山海关设立的检验所 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 必须要停留五天 观察有没有患病 在哈尔滨呢 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简易的双层纱布囊口罩 用两层纱布 中间啊,放上一块吸水药棉 戴上它,就可以阻断呼吸道传播 关键是啊,这种口罩成本极低 易推行 同时,它又按照病情分为 易证院,也就是啊,得了病的人 轻病院,疑似病院,击重 为不同病情的病人进行治疗的同时 还防止了交叉感染 管理了传染源 切断了传播途径 那自然啊,也就保护了易感人群 在这种科学和规范的防控措施下 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死亡人数就下降到零 1911年3月1号 当鼠疫死亡人数零报告的时候 防疫总部内部啊,是一片沸腾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 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这次鼠疫啊,咱们牺牲了6万人的生命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要知道啊,欧洲三年鼠疫死了2500万人 一个月以后 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召开 1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 武连德任大会主席 这是中国历史上在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会议 武连德已发现肺鼠疫,战胜鼠疫,扬名天下 1937年,日本清华战争爆发 武连德在上海的家被扎毁 他回到马来西亚 1960年1月21号 武连德因为心脏病离开人世 武连德医生用肉身之躯 阻握了中国的鼠疫爆发 他是中国检疫防疫的先驱者之一 讲到这儿啊 武连德对抗鼠疫的案例 咱们也就说完了 接下来 咱们通过这个案例 分析一下对于不明原因 劣性 急速扩散的传染病的群体防控特点 首先 咱们对于普通疾病 要想治疗 就首先要了解精确的病因 病原体 发病机制 只有机制研究的越透彻 那么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但是 突如其来的 劣性传染病不同 在劣性传染病面前 如果能够迅速找到病原体 那无疑啊 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 都是非常有利的 在这个案例中 武连德在第一时间 找到了鼠疫杆菌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 如果在瘟疫早期 病原体不明 或者是一种 前所未有的传染病 怎么办呢 比如 中国2003年的非典 在早期 咱们不知道 这种病的病原体 到底是细菌呢 还是病毒呢 如果是病毒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病毒呢 这个时候 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 怎么办 不能等 对于大规模 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防控 不能以了解病原体 为必须前提 咱们应该啊 迅速的判断疾病的性质 和导致的危害 病原体可能对什么敏感 对什么不敏感 迅速判断传播途径 是飞沫传播呢 还是经过水系 经过消化道传染的 之后 咱们才有可能制定 针对性的措施 如果是飞沫 呼吸道传播 那么 就应该按照今天案例说的 按照呼吸道传染病 进行管理 如果是水系污染 导致的消化道传染病 比如啊 咱们前面说到的祸乱 那么重点 就应该是饮用水 垃圾 粪便处理 食品管理 核道排放 等等等等 传播途径不同 群体防控的重点也不同 一旦明确了传播途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层面 迅速进行科学的防控措施 为治疗争取时间 群体利益为主 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兼顾 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 甚至啊 在这个案例中 即便知道了是鼠疫 在当时也没有特效的药物 怎么办呢 不能等 按照群体防控的措施 管理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一感人群 将不同病情的病人 可疑感染者 感染者 严重病情的病人 进行隔离 分类治疗 这样啊 既避免了疫情扩大 保护了其他人群 同时呢 对于感染者 进行悉心的治疗 也体现了医学 在重大传染病面前的 关爱和救护 伍连德医生 当时采取的防控措施 拿到今天 还适用于各种 烈性传染病的控制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部门 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 非洲埃伯拉疫情爆发 中国政府派遣公共卫生管理人员 和医生远赴非洲 协助瘟疫的控制 我们科就有一位医生 去了非洲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总结一下 第一 伍连德医生 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 用科学方法战胜鼠疫 为人类战胜大规模的传染病 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 在突发不明原因的大型传染病早期 即便是在不了解病原体的前提下 按照科学的群体防控流程 就有助于控制疫情 第三 控制大规模传染病的原则是 管理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 古连德医生 是我非常敬重的医生 他是马来西亚华侨 但是他直到死都在说 我是个中国人 他曾经说过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 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 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 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记忆忧心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 伟大文明古国 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 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我衷心的希望他 更加繁荣昌盛 最后 我也送给你一句话 如果你找不到无序的理由 那就先用规则